大家好,我是Jason Mell 近年來,量子理論與技術蓬勃發展 藉由量子的神秘力量 人們將有機會在不同領域當中 實踐許多以往無法想像的應用 也因此,建構完善的量子產業鏈 已成為國家與企業之間 爭相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 也成為下一個世代必學的重點課題 孩子們都這麼努力了 大人們還不學著點嗎? 今天就讓我用10分鐘 帶你快速略懂這難以用人化解釋清楚的外星科技 量子運算 本列車開網 量子未來 沿途停靠 量子電腦 量子未圓 量子閘 量子演算法 Jason Mell 祝您旅途愉快 1900年 普蘭克發表了標準光輔制能量分布定律 指出黑體輻射的電子波能量 有一個最小基本單位E等於HF 其中E是能量 F是頻率 H是身為三大基本物理常數之一的普蘭克常數 而這個能量的最小單位就被稱為能量子 簡稱為量子 量子物理就從這裡開始發展起來 1905年 安因斯坦基於普蘭克的想法 發表了光的生成及轉化的啟發式觀點 來解釋光電效應 這篇論文指出 光速是由一群離散的能量粒子 也就是光子所組成 而不論光速強弱 光子的頻率大小 才是光電效應當中 電子能否逃逸的關鍵因素 1913年 為了解釋氫原子的光譜現象 沃爾其初由量子化電子能階所組成的原子模型 1924年 德布羅毅提出電子也具有波動性的想法 並由瑞丁格於1926年 以波動力學導出波幻數 從理論的角度解釋了波爾的氫原子模型 同一時期 1925年 海森堡則以矩正立矩的形式 給出了等價的解釋 進而於1927年提出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同年 波爾與海森堡將這些重要的研究發現做個總結 一同發表哥本哈根詮釋 成為往後量子物理界所普遍認可的共識 然而 量子圍觀世界的概率與不確定性 仍然飽受質疑 以至於物理學界分裂為兩大陣營 一方是以波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 另一方則是以愛因斯坦為首的反對派 雙方激烈交戰 難分難解 1935年 愛因斯坦以EPR背論 重擊哥本哈根學派 同年 瑞丁格在以瑞丁格的貓捕刀 試圖將圍觀世界的不確定性放大到宏觀世界 而產生貓可能處於生死疊加態 這樣無法解釋的矛盾 總而言之 反對派最過不去的坎 就是圍觀粒子的疊加態與量子糾纏的特性 所謂的疊加態 就是圍觀粒子的某些物理性質 像是位置、天正、自旋、激發態等等 會以某種機率分布在同一時間處於多重狀態 直到被測量的時間點 照成波環數塌縮 而退香崗為本真態 回到古典物理的遊戲規則 而量子糾纏 則是粒子與粒子之間 跨越時空的連結 例如當一個零自旋粒子 刷變為兩個自旋疊加態的粒子 為了符合自旋手痕 兩個粒子的自旋方向必定會呈現相反的狀態 也就是說 不管兩個粒子距離多遠 當我們對其中一個粒子進行測量 假如測量結果為上旋 則另外一個粒子也將瞬間踏縮為下旋 反之一然 這樣的現象從古典物理的角度來看 等於兩個粒子之間 是以大於光速的速度在進行狀態訊息傳輸 就Surprise Motherfucker 完全無法解釋 即便如此 許多實驗結果都證實了這些神奇的量子特性 屢是不爽 於是務實的人們也不管那麼多了 對於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 Shut up and calculate 先把它拿來應用再說 要把量子的特性拿來應用 首先要找到有量子特性的材料 這並不難 擁有量子特性的例子唾手可得 像是原子、電子、光子等等 然而 要如何讓這些材料的量子狀態穩定受控 從此把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則是一大難題 目前的量子電腦硬體實作技術 有百家真名 有離子錦、冷原子、超導電路、量子點、鑽石空缺、脫補線與光量子 而每一種技術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也有各自的金主在支援 最終錄死誰手 還有待時間來考驗觀察 與此同時 量子電腦要能發揮應有的戰力 是建構在能穩定控制多個量子粒子的前提之上 然而 以當今的技術水平 要穩定控制一個量子粒子已經十分吃力 些許的錯誤在所難免 要穩定控制多個量子粒子 並維持整體錯誤率在可接受的範圍 就更是難上加難 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可以同步發展軟體 等有照一日硬體技術一旦成熟 就能直接套用上去 傳統電腦的資料最小單位bit 是單一狀態為0或1的位元 而量子電腦的資料最小單位 quantum bit 簡稱qubit 則是一個可以同時處於0與1之間 疊加態的量子位元 它在有跟沒有之間 俗話說得好 一個便當吃不飽 你可以吃兩個 同理 只有單一狀態的bit算太慢 我們也可以用疊加態的qubit來平行運算 當我們用疊加態的qubit去做運算 也就是同時運算的0與1這兩種可能性 如果同時對多個qubit去做運算 平行運算的排列組合也將等比級數成長 而要描述qubit的狀態 我們通常會使用迪拉克表示法 以垂直線和右括號來表示向量空間當中的向量 同時 為了更容易理解與想像抽象的量子狀態 我們也會使用兩種視覺化表示法來呈現 一種是較為直覺的hielbert space表示法 疊加態si等於α0加β1 其中α平方是觀測後0狀態出現的機率 β平方是觀測後1狀態出現的機率 另一種跟廣泛被使用的表示法 則是進一步把二維的hielbert space表示法 再投影成三維球面 形成包含完整相位資訊的blockspear表示法 以上都是針對單一qubit的表示與呈現方式 在兩個qubit的情況下 疊加態si則可以表示為α00加β01加γ10加Δ11 以此類推 而他們所對應的hielbert space的維度 也將你等比級數成長下去 就像傳統電腦使用not and or等等的邏輯閘來改變bit的狀態 真的qubit的狀態 我們也能使用一些基本邏輯閘來操作 其中最簡單的例子就是not gate也稱為x gate 因為它讓qubit狀態在blockspear上面沿著x軸旋轉180度 造成qubit值反轉的效果 在量子電路圖上則會以x或者烏龜符號來表示 而基於同樣的概念 也有沿著y軸與z軸旋轉180度的y gate和z gate 另一個量子運算必用的邏輯閘則是hardmark gate 通常以h來表示 通過hardmark gate qubit就會從固定的本稱態0或1 進入0與1之間的疊加態 我們也才能利用這樣的疊加態 來進行所謂的量子平行運算 有了以上的not gate和hardmark gate 我們就能兜出四種常用的基本量子狀態 01加減 而除了單一qubit的邏輯閘 也有針對兩個以上qubit操作的邏輯閘 例如swap gate 單純用來交換兩個qubit的狀態 cnot gate則是針對兩個qubit 如果第一個qubit是1 就反轉第二個qubit 有了cnot gate和hardmark gate 我們就能製造出兩個粒子之間的量子糾纏 由此延伸 還有一種ccnot gate 又成為toffle gate 針對三個qubit 如果前兩個qubit都是1的狀態下 就反轉第三個qubit 此外 還有一些改變相位的邏輯閘 tsp gate 也包含一開始提到的YZ gate 相位的改變對於單一qubit的測量結果沒有實質影響 但卻會影響多個qubit之間的互動 進而產生不同的機率分布 硬體實作方面 這些琳瑯滿目的量子邏輯閘 都可以藉由一個或多個外力 例如微波、雷射、電壓等 來改變qubit粒子狀態 也因此 一個量子電路 實務上就是把幾顆qubit粒子擺在那裡 依序對它們施加不同的邏輯閘所對應的不同外力 最後觀察這些qubit粒子的狀態 以獲得我們期望的結果 有了qubit 有了邏輯閘 接下來要怎麼用它們都出有意義的演算法 來解決現實應用層面的問題 就是軟體工程師的事了 這裏就先簡單介紹兩個比較著名的量子演算法 首先是grover的演算法 用於非結構性的搜尋 對於非結構性的資料 傳統電腦要重重找出一筆資料 必須把所有資料都掃過一遍 這樣所需要花費的時間複雜度就為OrderN 而透過量子運算來跑grover的演算法 則可以把時間複雜度降到OrderN 也就是說 假使某個非結構性搜尋 在傳統電腦上要跑1萬秒 透過grover的演算法只需要100秒 以此類推 它的原理在於透過一個oracle function 只有在輸入為要找的對象的時候才回傳1 其餘都回傳0 然後以這個oracle function 來反轉這個值的正幅 再反轉擴大這個值的正幅 不斷重複之後 要找的資料就會慢慢浮出檯面 最後量測得到它的機率將趨近於1 再來介紹的是可能 顛覆現有世界運作的演算法 秀爾演算法 秀爾演算法用於計算植音速分解 也就是密碼學當中非對稱式加密的重要基石 由於非對稱式加密在傳統電腦上 難以在短時間內破解 所以許多銀行、網路系統以及區塊鏈 都採用了非對稱式加密 作為最基礎的認證與防護機制 一旦秀爾演算法解開了這個封印 這些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系統 將赤裸裸的被擁有量子運算能力的人完全掌控 秀爾演算法之所以能大幅提升植音速分解的速度的關鍵 在於它能利用量子運算來快速算出MOD的週期 進而有效率的猜測與逼近正確答案 以至於能將時間複雜度由Exponential Time 將叫Poninomial Time 也就是說 用傳統電腦要畫上數千年來運算的指音速分解難題 透過秀爾演算法只需要幾分鐘等級的時間 這正是量子電腦革命性強大威力的最佳實力展示 當我們深入了解量子運算 就知道它並不適合用在上網、看影片、打文章等等傳統電腦擅長的事 然而,針對特定適合以0與1排列組合平行運算的複雜問題 就是量子電腦拿手的領域了 這些領域包含醫療製藥、材料科學、金融、天氣預報、AI等等 在量子運算成熟的未來將很有機會獲得跳躍性的成長 而除了量子運算,目前量子物理被拿來使用的方向 還有量子通訊與量子感測也都是十分令人期待的應用 究竟萬能的量子會把人類帶往什麼樣的世界?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